巴西一個男人懷疑北滿政府的施政 開著貨車衝入首都巴西利亞財政部 撞毀大門 地下散落大量玻璃 當地的傳媒報道說 擔任稅務審計員的男人 因為北滿總統羅塞夫和執政工人黨的施政 在當地時間的星期一 開著車衝入財政部地下大堂 男人跟警方說他自己精神有問題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根據當地最新的民調指出 受到貪污醜聞和經濟下滑的影響 羅塞夫和工人黨近期支持率持續低迷